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10月9日星期六 还是早上时间 今节有我去楼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like我们的影片 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报》 晒冷气 3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在港大的校园里面 在黄阿敬楼对出的平台 就冻了一辆七米这么高的国伤之柱 如果台阳和我一样 都经过看到这辆东西 哎呀 真是很严厌 整个尖不甩的 整个顶心探顶着心口 我看到这道菜已经放了很久了 感觉像西方的炼肉似的 看恐怖片 恐怖片 画面就跌了在地獄一样 看到很多人很惨 淒泥的嘴唸 狂呼 那种这样的情景出来 那棵子就放在那里 就放了很久了 是不是 放了这么久了 我觉得是时候 都是拿走了 反正一般都是拿来铺陈的 好鬼陋的 毫无美感可言的 他们放了这么多年 每年都有场表演 就是在六四的时候 港大学生会那帮人 就出来拿一个拆子 刚才我说到那棵子是七米这么高 他们拿那个拆子 我想都不知道有没有两寸 那堆野的会大拆子繞首在那里 上面说 around Dieser regulations 塞我拆 Cole 如果他有没有踏上去要拆 并完全没有 无罕了 还 mediagroup了 社交骑策 Spring 这家就只是偷偷 这班大家也认为也认为 这群子的朋友们穿上黑客户和厚袄 都来洗 其实都是间接想借这个机会来到暖叉 说中国有什么不好 我们在争取民主自由等等 那些东西真的很噁心 最噁心是那些样子就好像熔熔烂烂那些 一坨二坨 依稀看到那些人样 大部分都眉上眼 有些好像只剩下肋骨那些 有些又背着个小孩 整堆人很厉害的 扭起来扭起来 扭起来到7米这么高 真的看到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很噁心 终于现在港大方面透过律师讯 扔给支联会那边 现在说到清清楚楚 要求支联会 未来的星期三即是13号5点之前 就要移走现在在港大的这一块国伤之处 否则是为放弃 那就很合理 台湾 我试试问问你 这些东西其实7米这么高 假如你是在支联会的话 其实都可以了 时间来说 几个人夹手夹脚搬走很快 应该要叫起重机 或者怎么样 要不要也好 现在告诉你 你这些旧东西已经摆在那里了 二十几年了 二十几年了 已经摆了这么久了 现在有些人在这种奶皮 是吗? 怎样赖? 这些奶露就是清盘人蔡耀昌 这个题目很有趣 支联会清盘人蔡耀昌 他叫清盘人蔡耀昌 因为在搞支联会谈清盘的东西 他就说 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移走这东西 就并不合理 再说 港大学生会 作为一个言论和学术自由的空间 有社会责任和市民 保留这种国伤之处 希望校方可以根据过往 这二十几年来的行事标准 继续容许这东西 继续一柱晴天地 动在黄黑径楼的平台上 你不要那么疯了 你都很大枝东西 我不是说那东西是七米这么大枝东西 他真的告诉人 你二十几年都是这样 那为什么现在会变了呢 是老风的吗 你不叫其他大学摆 对啊 对啊 借别的大学 借摆 借给他们摆 他们也很喜欢 对啊 应该轮流地摆 那才是过瘾的 你不能说什么是社会责任 为什么这个社会责任要 港大去什么 什么是使命 这些东西是你的 我的使命不可以完结的 也是 我没有说过这个社会责任是终生制 话虽如此 你说是否终生制 因为其实是想当年 这个丹麦的雕塑家 高智活 做的这些东西 就是为了六四天安门事件 八周年整的 后来在1998年 经过港大学生会 全民投票 就说永久摆放在大校园 那我们就回来看了 话虽如此 那现在港大学生会 已经不存在了 那这个承诺 是不是还需要继续呢 另外 港大方面 那个理由是什么呢 还有原因是怎样呢 这些东西 是属于一个 已经进入了解散程序的 校外团体 大学也都根据风险的评估 和法律意见 就要求移走这些东西 也都会和各个持份者 沟通 在合法合理的基础下 就处理这些东西 很清楚说了 有什么好错 其实没什么好做 最好尽快安排人搬走它 如果支联会觉得 这些东西这么有纪念价值 就安排搬走它 但是支联会自己都在解散 现在我相信 他们也都不想再理 不想再理 其实没有说话 很好说的 是吧 我觉得没得不理 这些苏州人 应该有负责任 负责任 这些东西是支联会的 那是不是应该 好丑丑也好 尽快安排人手 过去搬走这些东西 你说搬去 直接搬去垃圾站 垃圾桶也好 什么都好 拨烂它也好 我认为都要处理它 我认为是 对吧 我们在芒向吃鸡的时候 我们一边打机一边研究 那个方案 其实我们参考当时的柏林围场 就是那个围场倒下了的时候 然后有些人整理了围场的石头 然后拨碎它 小小小小小小小的 就装在一个透明盒子里 就说这块石就是柏林围场的石头 大家就买来到纪念品 那可不可以将这块柱拨碎它之后 就是这块国殤之柱的纪念品 那你这么喜欢这块柱 那你就买一块回家 回家去念饱它 是的 可以 每人拿一块 拨碎它 每人自己拿回家的纪念 就是那个人头的位置 每个样子都可以挖它出来 是不是这样 一个人头的样子 都可以 现在是万圣节 最新的万圣节 我认为烂面那个 是的 我认为特导致 都可以 断样子计 一个样子是一万元 不然不如十万吧 那么贵 十磅手足 很多人在坐牢 这块柱可能是过亿的 现在这样 你当好像 叮叮糖 知道什么叮叮糖 是的 好像叮叮糖 挖它出来 就是 拿着东西钉 拿着钉 拿着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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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竟然 llega 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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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 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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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搬走它 搬回自己的家 自己慢慢拜饱它 那就是神圣了 他也觉得神圣 实际上我真的觉得这些东西很噁心 就是了 你觉得神圣 我也不觉得 现在他是怎么说 为什么他把自己的艺术品推到这样的层次 他就出了一个声明 说如果校方有计划 他说拆除或者泻足 为纪念死者而树立的纪念碑 在所有的标准上 都是泻足 港大方面也收到媒体这么说 不行 这个艺术家作者说 不行 你这样是泻足 校方都很一贯的官式回应 我们对这些揣测性的报道 是不会作出任何回应 即使你说到自己这么神圣的那些 港大觉得这些揣测顺势 什么这么泻足 你看看那块柱有多少地方 我们远远看就像粉红色 肉色那样 很可怕 但近一点看 其实有些地方已经脱掉了 就是穿洞一搭一搭 更加恐怖 因为那班学生只是演戏而已 下来就在最底下 用油漆掃几下 那些陈影员上去就离开了 是呀 全都破坏了 全都破坏了 你说到这么神圣的话 你说什么神圣不可侵犯 真是不能搬走 其实说真的 现在没有说要拆烂它 只不过是叫你们搬走它 我很尊重你 我也没有说我搬你 我帮你搬出去 放在港大外面的门口 你自己收拾吧 不过就是 只要搬出去港大的一个停车场 也好 或者什么平地也好 让你们来拿 都是相当大工程的事 其实我想到一些事情 他们可以成立一些小组出来 为这件事 制造一些商机 你知道这班人 每个人都这么等钱 尤其是那些黄友区议员 不是有很多已经辞职 或者DQ了 是的 这个柱除了可以这样卖之外 剁开一粒粒来买 还可以立刻拿两样东西 Postcard 再不是做一个锁匙扣 就是你做一个小摆设 他们不喜欢把白色的民主女神 做一个小小的花瓶 又说什么 支联会和他们做这些 你应该做一个国伤之柱 日后不能够出来悼念六四 就在家里面对着柱柱来慢慢悼念 慢慢悼念 是的 其实就好了 真的在家里悼念也好 他们搞得像紫水晶那些 紫水晶那些是石山的 成大座那样的 他们就买一粒的栋在家里 风水夜来的 很棒 风水夜来的 很棒 他们很喜欢 很棒 不如还有其他不同各方各面说 在今星期五的时候 行会之前 见记者也有记者问到这件事 因为当时已经有放风说这件事 当时那个什么东西 高智活已经在哒哒哒哒 林郑就没有那么好气 就是说基本法是保障了 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至于那些机构如何去管理他们的处所里面展示的物件 叫做是物件 不是什么神圣 又是什么泄族 你不要常常当别人 因为那些人很喜欢在柱柱前面 就在那里点蜡烛 麦哀 哭苦哭忽 又在那里烧夜 还有什么东西 还要搅尽微笑街衣 做几个橙插烤香 这些人真的疯得很混淆 而且因为这一棵柱 拆开一点点说 每年春秋二祭 这些何俊仁 蔡耀昌 善厂这些校园 搞到这里哭哭哭哭 有没有搞错 如果我是在黄克敬楼附近 闯荡的学生 我都觉得这些人一定很滋扰 你这么喜欢悼念的 其实你不可以勉强其他学生 都要一起去跟你们悼念 还有给你们这些负能量 影响了他们读书 剥削了其他人 其实就是 一栋这样的东西 你看到也是 睹眼睹鼻的 我有时候真的 读书都没有心机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觉得 精力充沛 看到这些东西 没有 始终也是 这些东西 就跟什么学术 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 而且都放了这么多年 总是有 总会有一个完结的一天 现在你搬走它就算了 说真的 回来林郑银说 一些机构 各自各需要自行作出判断 相信港大的管理层方面 都会按照一些政策去处理 虽然她自己是港大的校监 但她也强调 她是不会插手干预港大这些事件的 需要 也都不需要 林郑来处理的 这个学校内部事务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 不需要去到上层才决定得到 我觉得 再者 因为港大另一个角度 似乎被人看到 就是觉得 支联会这些东西 都是在解散中 你还有一些东西留在我里 有朝一日 有什么风吹雨打 可能行雷线段 砰 砰 那谁来处理这些东西 那些后事呢 没错 你要人负责 那谁去维修 对吧 到时谁去搬走 没人搬走 没人搬走 不难保 台瘾你觉得会不会 整个东西都被雷针 在学校的平台中间 你弄烂了危险 都是有危险的 你没有人负责 始终都 是吧 如果弄坏了 多厉害 哇 好走观 这东西爆起来很厉害 我都觉得有风险 什么都摆够了 二十多年 这些人都瘋了 那会不会跟 违反港区国安法有关呢 那这些东西 本身呢 就只是你当是 面目很憎灵 刚才台瘾所说 还有很痛苦 哇 整个人都会 哇 哈哈 这样的人都伸了你 反了眼 哇大哥 你这些 跟违反港区国安法 有没有关系呢 如果这样看这东西 其实就无关的 因为我见到 谭耀宗之前出来这样说 就有少少 不是公平吧 大概意思是 如果不符合国安的要求 都希望他们搬走这东西 那些 刚才所说 这东西本身 看得是这样就这样 只不过呢 是对他 借着这东西 来到 搞风搞雨的人 或者是搞一些 什么悼念 在悼念的时候 又说一些 有机会可能是 违反港区国安法的东西 或者做出一些不同的行动 是对于 国家的污蔑 造谣生事 或者影响了 一个校园里面 甚至乎整个社会 对于中国的观感 或者一些错误的讯息等等 其实这帮人才是最麻烦的 这些东西是弄得肉酸 但是这些东西是没罪的 你这么喜欢这些东西 你搬走就行了 我觉得这么多年 人会变的 时代也会变的 你不可以再将思想 和记忆停留在六四当年 没错 对 这个世界是向前看的 好了 我们说到尾 各位网友 一起留言说一下 你们觉得 星期三的时候 会不会 最后一刻 就有人来搬走这些东西 还是将那些东西 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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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些东西很难 这些东西 四边又空框框 没有理由搭棚 又弄个安全架 那些东西 慢慢转断 很浪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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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要拿起重机搬 没理由 我相信是斩桿 它搬的 这些东西 斩桿也不容易 所以最好 最好 就是由支联会出来 负责 支联会不是没有钱的 是 有钱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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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蔡耀昌 对吧 虽然你是清盘人 但你也是同一 都是负责人 哎呀 做完最后一件财务 搬了它 丢掉它 那就算了 是吧 好好看看 做完最后一件事 那件事就结束了 我觉得是这样 哈哈 那东西真的很噁心 不是开玩笑 反正你都清盘的 都不争取多多数 是吧 分少一点 大家不知道 汪友觉得他们会不会来搬 我就觉得 他们是不会来搬 这班人 说着说着 对这些东西 差点没办 哎呀 鹿柱呀 我不舍得你 怎么怎么怎么 但是心底里面 已经放弃了鹿柱 到时候就不来搬 等港大来搬 一来一张单 又不用自己摔 又不用自己烦 要安置这些东西 应该安置得不好 那个作者又说 你蝕足了它 不是 又蝕足了国商之处 这些东西 是 那很麻烦 那在哪里安置它呢 其他大学也没有出声 说松利 李大 好吗 李大或者中大 他们不会要 是吧 中大保卫战 保卫多个处 河湘大雅 是吧 这一件事 他们很明显 想等港大执行移除的时候 可能叫起重机 叫你 叫你 搬走去 哭 蔡耀昌就说 哎呀 这个是港大 对于香港的历史责任 又是什么人民的 不会忘记 穿着这件T 都像蔡耀昌 一边看着 港大便移走去的历史责任 一边在旁边的历史责任 说话 为什么要移走去的历史责任 这历史责任 你占损了它 是 希望制造这些画面出来 然后等周幸彤、何俊仁、李卓仁 在那里写什么信 写一封信 在那里譴责 责任 责任 这些东西我给你摆在那里 那我就有权拒绝 是不是 摆一摆一摆 结婚 都不一定一生一世 是不是 那好了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或者大家一起留言说一下 他觉得会不会搬走这历厨 你这么喜欢慢慢过去摸 慢慢摸摸 像摸完会生小孩的柱 不是吧 好了 那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